我一定会回来 我亲手毁掉离家酒房 公司的资金出发这么大的问题 拜托 拜托 我约好了欧洲投资银行的投资代表 怎么会是你 不走 久违了 十几年不见 你变得体贴了 这次呢 要不是因为公事 我是绝对不会踏进这个大队的 小琴 怎么是你 你我的同学亲 从今天开始恩断依据 家人 我让你发誓 永远都在我身边 我怀孕了 把孩子打掉了 就算妈求你 妈 姐 你就别让妈着急了 赶紧回家了 你以后 不要再来接小琴 我把自己的一切都给了她 她不会抛弃我的 你会愿意为了我 在终前午后种花吗 我愿意 她是我孩子的爸爸 她为什么求死我孩子的爸爸呢 孩子 你别怪老母狠心 看蒲法故事品百味人生 这里是蒲法来幕剧 我是主持人蒲花 今天继续我们的幸福四水流年 第十一集故事 胡祥瑞 黎芳慈 叶小琴 三个人的关系 渐渐浮出水面 而且步入到了一个非常危险的境地 胡祥瑞和黎芳慈禁婚 叶小琴得知 自己和胡祥瑞的孩子夭折了 在这阴差阳错的关系中 叶小琴最终成为了一个牺牲品 此刻 她心里的苦闷与失望 我们可想而知 作为叶小琴的母亲 李娟偷偷将小琴的孩子送了人 并被小琴谎称 孩子是先听性的不足 得病就夭折死掉 她认为 这样可以终结小琴的所有伤痛和不幸 可是李娟却没想到 这样的经维 把小琴推向了另外一个深渊当中 你找到有什么事吗 我不要 这钱是可以小心的 让她到国外继续念书吧 出去换个环境 对她的身心恢复 便有好处 小琴命苦 都是我造的面 结果 却报应在她身上 你别这么作强自己 我心里很刀弯似的痛 她毕竟是我王俊凡的骨肉 当年一心为了这酒坊 我让她在娘胎里就无价出货 后来又看了她吃苦受穷 本来是亲生孤独 却不敢相认 本来是亲爷儿俩就恨得跟仇人似的 李方子 你等着 我一定会回来 你会夺回属于我的一切 我亲手毁掉李家酒坊 死碎你的性命 一切 妈 我们走了 你呀 在外面别玩水 帽子别摘掉 小心晒黑了 一个星期都回不来 知道了 爸 我把午饭给你放钓鱼箱了 不要在外面随便吃东西 行了 又不是三岁的小孩了 还这么不放心 我妈呀 不是不放心 她是啰嗦 珊珊 快走快走 OK 就到这儿吧 我自己拎上去就好了 送佛送到西啊 都到酒店了 让我把你送到房间吧 真的不用了 谢谢你 那这样吧 你上去收拾一下房间 待会我请你吃饭 吃饭就不必了 我需要导一下时差 庄先生 我可以走了吗 可以 我把东西给你拿过来 就上次的偏方吧 是啊 就这个偏方 哎呀 你可不知道啊 这可不容易找到了 那个用法呀 都写在纸上了 要是不清楚啊 给我打电话 好 好 那 多少钱 哎呦 还要什么钱呢 这么多年 剩你们家多少恩惠啊 帮这点小忙 还要钱呢 那 谢谢你啊 张奶奶 不用谢 我这就走了 哦 谢谢 您慢点 哎 你干嘛了 嗯 没什么 那个街上大妈怎么又过来了 嗯 他是路过 打了个招呼 拿什么东西 味道这么奇怪 啊 嗯 没什么 你快上班去吧 一会儿该堵车了 你是不是又拖他找上你片方呢 折腾十几年了你还不少 啊 各种稀奇古怪的片方你都用遍了 有用吗 行吧 你折腾吧 我给我 方 这是化验节目 方死侣媒还有死功继由 所以 他不能化验 啊 孩子 原来这样 那就受养一个孩子 我看着宝贝 跟方次长得挺像的 是吗 像亲身的母女 妈 你知道吗 自从外婆去世以后 祥瑞情绪一直很低落 好像受了很大的打击 也难怪 她在这个世界上 一个亲人都没有我 妈 我特别想给祥瑞生个孩子 这样 她心里面应该会好受一些 妈 我知道您心疼我 不想我一味的为祥瑞付出 可是 可是您知道吗 您在和爸爸作物的婚姻里 越来越憔悴 如果当初您能如愿以偿 和月来叔叔在一起 我相信 您也会为了她什么苦都肯吃 是不是 方次 妈妈怎么办 我现在 都快想不起来 你运来叔叔 你运来叔叔长什么样了 我现在也已经老了 就算将来死了 我们在奈何墙上遇见 她都不认识我了 我们会不会再次错过 妈 你别伤心 不会的啊 不会这样的 这太可怕了 妈 不会的 我死了 怎么办呀 怎么办呀 妈 我是活着也不是 死了也不是 来 来 来看书 没关系啊 来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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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 好好 好 好 你没事 啊 就不要再自己疼了 把自己一个人安静了 走吧 原来黎芳慈因为患有子宫肌瘤而无法怀孕 在万分的悲痛苦无奈中 他互相忍收养了姗姗 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第六条规定 收养人应当同时具备这几个条件 一是无子女 二是有抚养教育被收养人的能力 三是未患有在医学上认为 不应当收养子女的疾病 最后一条必须年满三十周岁 胡祥瑞和黎芳慈符合以上的条件 所以可以依法收养姗姗 时光飞逝 一晃十四年又过去 我们的主人公都步入到了一个新的人生阶段 胡祥瑞黎芳慈现在和王军凡 还有女儿姗姗住在一起 而黎芳然因为亲身状况不太稳定 就送到疗养院进行疗养 在叶小芹出国之后不久 叶东群也随后出国读书 李娟现在是独自一个人居住 而此刻叶小芹回国了 可以说她完全变了一个人 小芹身边的这个男人叫做庄耀静 是东群的高中同学 对叶小芹倾目已久 在小芹经过的生活中 她也会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而现在的叶小芹可谓事业有成 意气风发 表面上看起来 她就完全走出了前面的伤痛 但事实上 岁月并没能洗去她内心的怨恨 十四年前 失去爱人和孩子的伤痛 还是历历在目 她对黎家依然是充满仇恨 而一场精心设计的报复 也悄然拉开了序幕 小芹柯 赛图 你爸爸自己严死了 必须去救了没救上来知道吗 如果你在外面胡说半句 就把你扔在酒缸里去 知道吗 知道吗 知道 想为什么黎方慈离婚了 他是我孩子的爸爸 还有黎方慈 他为什么求我孩子的爸爸呢 十几年过去 真是一点都没变 不过我变了 我不再是当初那个害怕的 小女孩 我一定会亲手毁掉李家的疫情 你给我解释一下 这到底怎么回事 这喝酒的时候都说好了 谁叫他们变卦 真是 我告诉你啊 这件事情千万不能告诉我岳父 连方慈都不能说 知道吗 我是保安部 我是保安部 说什么事 不好了 大概有三岁人冲进大堂了 要找胡总啊 你傻子 就说胡总不在 去香港出差了 说了 他们不进 说是在体验上开着 胡总的车了 都要撑上去 大人知道了 怎么了 那些胡总们跑上来了 那还愣着点什么 走啊 路头车 真是来得早 不如来得巧 那这就是老天爷给我的大好机分 妈 你看我这鞋好看了 全天买到今天就到了 我还想买一件外套 牛仔的 诶 祥瑞 你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没事 没事 待会有人找我 说我不在 胡小准 胡小准 胡小准在哪 你们干什么呀 你们怎么能随便 闯别人家里呢 公司的资金漏洞 出了这么大的问题 叫他出来 跟我们解释解释 他不在 我爸爸不在家 不在家 胡小准 他没在家 你们有事情可以到公司去说 能在办公室找到他 我们就不来这儿了 不要来 走 走 你们放手 看 不是不是 你听我解释 我知道这个 别厉害 别动 我知道公司的资金出了问题 但是相信我 我马上有办法解决 我 每次都这么 我告诉你 再不给我们一个合理的解释 就顾客车 不是不是 咱们回公司开会再说 别在我家吓坏了孩子 还是不给钱是吗 不给钱是吗 拜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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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中无老虎 猴子称霸西 讲到这儿搞黑社会啊 王总 我们有没有胡来的意思 是因为您的宝贝女婿 一直躲着不肯出面解决问题 我们才出此下策 您别见怪 那这样 你们既然叫我一声王总 这说明你们还愿意 给我这个不中用的老头子 起来面子 那各位今天就先回 明天上午十点整 在离家酒夜会议室 召开董事会 我和胡香蕊一起到场 给大家赔罪 然后上一请约的方案 我知各位 愈下如何 王总 要是胡总早像您这么说 我们也不至于闹得这样 那就明天公司见 明天上午十点整 不见不散 不见不散 坐 好 跟我到书房来 爸 您这是 写吧 给我立一份军令状 我要你三个礼拜之内 务必处理好眼下的债务问题 否则 就乖乖地在离家做个首业者 将来把家业传给继承人黎珊珊 爸 您为什么不相信我呢 我一定会东山再起的 哼 我就是相信你才给你这最后一次机会 我警告你 如果这段时间你再闹出什么乱子 把公司的事情搅合到家里来 就别怪我这个老丈感子不客气 彻底地把你赶出离家的事业 爸 爸 我先出去了 嗯 我先出去了 黎芳慈 你的幸福日子到头了 我们先来梳理一下法律问题 胡祥瑞精英不善 导致黎家酒房陷入债务危机 愤怒的股东未经允许 闯入胡祥瑞家中 对他使用暴力控制 并在争执扭打中导致黎芳慈受伤 这属于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的行为 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条第三款的规定 非法限制他人人身自由 非法侵入他人住宅 或非法搜查他人身体的 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居留 并处五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 情节较轻的 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居留 并处两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 而如果行为后果严重 还将构成非法侵入住宅罪 根据刑法第245条规定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或者拘役 胡祥瑞可谓是野心有余能力不足 离家酒夜在他的手上出现危机 面对咄咄逼人的鼓动和特殊的岳父王军凡 摆在胡祥瑞面前的貌似只有一条路了 那就是尽快寻求外资注入以填补现在的自尽亏空 而另一方面 在背后默默观察一切的叶晓晴在寻找机会 他已经做好了准备 以一个全新的身份出现在昔日情人的面前 请进 任根小姐 这也是不离家酒夜的胡总 胡总 这我给你说的准备看小姐 让我找你按够的套赛表 怎么会是你 怎么不能是我呀 胡总 久违了 你俩认识 何止认识 我们已经是老朋友了 去给李贝哈小姐泡壶茶 请吧 还是叫我小晴吧 这样多亲戚啊 小晴 你怎么来了 我怎么不能来啊 干嘛这副表情看着我啊 你是惊喜还是难过啊 看你说的 能见到你 我当然高兴了 而且我看见你现在这么成功 我更替你开心啊 这是你的心里话吗 当然了 不过据我所知 你这个人嘴上一向不爱说心里话的 你放心吧 既然这一次呢 我是作为投资代表来跟你谈合作的 那就一定会公事公办 绝对不会掺杂任何个人感情 毕竟我现在已经是一个专专业的投资顾问了 不再是以前 那个为情所困的小姑娘 这个我放心 我放心 其实 那个时候我是曾经恨过你 可是现在 我认为我完全可以理解你当时的处境 如果当初没有离方词的话 我们也许就不会分开了 这个事情 也不能全怪方词 记住 在我面前 别说你老婆的好话 虽然 我是一个通行达理的人 但你别忘了 我也是个女人 是女人 就都会嫉妒 明白吗 明白 你好好练习 一会儿结束了 我来接你 好 你奶奶再见 小晴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怎么不提前通知我呀 我可以给你收拾房子 准备一些你爱吃的东西 我不回去住 我住酒店 住酒店 住酒店干什么呀 浪费钱 再说了 也不方便 没什么不方便的 我习惯了 那个女孩是谁呀 方词的女儿 也就是说 是黎方词和胡祥瑞生的女儿了 要是我的女儿还活着 应该也这么大 那个 小晴 还是回家住吧 方便我照顾你 我不需要照顾 你要是想照顾 就照顾东群吧 他过两天就回国 我今天找你 主要想问你一件事情 当年的孩子去哪儿了 是不是被你送走了 不 不 你不要胡思乱想 孩子已经死了 你不要再问了 我不相信 小晴 你听妈的话 这事情已经过去十几年了 你快放弃 脑袋里那些胡思乱想 孩子真的死了 我不相信 妈妈 孩子呢 孩子出了点意外 祝你帮 smoothly 我终于帮忙一 görüş儿break 算了吧 我让丁四送你回酒店 怎么了 这么晚 你没打算亲自送我回去啊 呃 这个 那工作完了 回家的路上一起聊聊天 你不会是想这么轻易 就把我给打发掉吧 呃 好吧 走吧 喂 小瑞 来 小瑞 谢谢你这么晚了 还陪我吃宵夜 十几年不见 你变得体贴了 是吗 还记得我们那次在大排档吃饭吗 那是我有生以来 第一次醉酒 又哭又闹的 当时一定把你吓坏了吧 看你说的 怎么会呢 你知道吗 当时你要是抛下我 我真的会死的 别开玩笑了 你怎么会死吗 我是认真的 你知道吗 当时你抱着我 真的好温暖 那种感觉 就像是一个溺水的人 抓住了一块救命的木头 但是第二天我醒过来 在那个小驴馆里 我发现你不见了的时候 我真的好害怕 像是溺水的人 又被扔回到了水里 那种感觉 真的永远都在乱 十几年不见 你变得体贴了 当时你抱着我 真的好温暖 在那个小驴馆里 我发现有不见了的事 我真的好害怕 你先歇会儿 我给你倒杯水 我给你倒杯水 你别走 小驴 小驴 你喝醉了 我没醉 你看 我还知道你是祥瑞啊 早点休息吧 明天还有工作上的事情 需要处理 别走 别闹了 别闹了 过去的 就让它过去吧 你看 你现在这么漂亮 又这么成功 完全可以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呀 想要的生活 我想要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呢 我要想一想 想一想 想一想 喝酒 你不忍服吗 你不忍服吗 你不会走 你说什么 你不忍服吗 太阳了 那你不忍服吗 你不忍服吗 你不忍服吗 我思考 你不忍服吗 你不忍服吗 我灯服吗 你不忍服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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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才哥 我还不忍服吗 你否忍服吗 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过去帮忙安排了一下 你是把人送到小旅馆还是酒店 在那个小旅馆里 你当时抱着我好温暖 你回来那么早 喝醉的人醒了见不到你 会不会觉得孤独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 我没什么意思 我就是觉得 你再忙也应该打个电话回家 你以为我愿意应酬啊 我不是为了公司的发展 为了这家吗 有万没万你 爸 你不应该这么说妈妈的 你知道吗 他昨天为了等你一夜都没睡 他说为了你的 大人说话 小孩别插嘴 大嫂真的不好好吃饭 听孩子干吗 只要是家里的事情 无论是小的还是老的 都有发言权 还说孩子不懂事 你们两个大人眼不懂得 照顾孩子的感情 爸 不好意思 我接个电话 谁呀那么早 公司的事 喂 祥睿 叶小姐 怎么起那么早 多睡会儿 你又不是不知道 我最讨厌的 甚至说我最害怕的 就是醉酒之后醒来 身边空荡荡的没有一个人 那种感觉真的很讨厌 算了不说这些了 你过来吧 我在你们老的酿酒房呢 好 我临时决定考察一下你们的骨法酿制 哦 那你稍等我一会儿啊 我马上就到 嗯 我等你啊 我等你啊 肯定有什么事情 我得去看看 到底有什么情况 真是百闻不如一见啊 你说这天天喝酒 但是像这样来参观酿酒房 还是头一回呢 这个酒房历史也非常的悠久 现在算起来 应该有六代了 那要是按这么说的话 应该很有他的不同反响之处吧 李家的酒之所以不同反响 其实就在于 他祖传的酒饮子 酒饮子 你们酒饮子是什么呢 不瞒你说 我也不知道 怎么可能呢 那你还是不是李家的人呢 李家酒也有一个规矩 就是这个酒饮子 传女不传男 所以啊 这也是李家为什么总招女婿入赘 而不外嫁女儿的原因 是 我忘了 你也是入赘的人 对了 那珊珊是跟你姓 还是跟她妈妈姓呢 跟她妈姓 姓李 难道你就没有想过 让你的女儿跟你姓胡吗 没有 怎么可能 你这个人啊 就是这样 嘴里永远不说心里的话 我要是你 我就再生你了 这样夫妻之间也算公平啊 王罗 这不是 是 我是叶小青 真的是你啊 王总啊 这位叶小青小姐啊 就是欧洲银行的代表 这么说 祥瑞争取的是你们的投资 最后的 十几年了 这是山不转水转 又转到一起吧 谁说不是啊 这老天爷也真是的 越是不想走得到吧 越是走了三回 不过 不过您放心 我到现在都没有忘记 姨妈当年的训绩 不许再踏入离家半步 这次呢 要不是因为工事 我是绝对不会踏进这个大门的 那时候 我们年轻气盛 说话有可能口不应心 你不要放在心上 人家上了年纪了 越来越喜欢儿女 和亲友们 一起多聚一聚 你既然回国了 以后多走动走动 你家人吗 是 您放心吧 我一定 听您的话 多走动走动 是啊 谁让我爸爸死得早呢 从小 您就像父亲一样 照顾我们母子三个 我是应该 跟您静静孝心 只是 您一定要好好地保重身体 这样才有机会享受天伦之乐呀 你看到午饭时间了 要不咱们一起吃个饭吧 我中午已经有约了 失陪 要不 我送送你 再见 衣服 一碗柔情女儿泪 酿出悲欢离合酒 你不走正路 走邪路 不可做暴力 赶美醇厚小桃红 尝尽人间岁月情 你和我的姐妹之情 从此 一刀也不够 看鸳鸳鸯梦断 才真情相守 你把蜜是什么 我稀和蜜放 你一样也必须得到 我永远会原谅你 探似水流年 探幸福酒茶 胡法栏目剧 十六集连续剧 幸福似水流年 叶晓晴十四年后 带着满腔的仇恨 重回黎家大院 他始终记得 父亲越来死亡 就是因为王军凡的 见死不救 母亲李军 长期在黎家人面前 低声下气 自己的爱人胡祥瑞 被黎方慈抢走了 自己的亲生骨肉 也不知所踪 这一切让叶晓晴 对黎家可谓是恨之入 他发誓 要亲手毁掉黎家的一切 让曾经伤害过自己的 每一个人 都付出惨痛的代价 叶晓晴回国之后 第一个就找到了胡祥瑞 这个曾经背叛过 伤害过他的男人 而此刻的胡祥瑞 已经是黎家的女婿了 叶晓晴通过这根弦 挑动了黎家这坛 看似平静的水面 一步步实施他的报复理想的计划 而面对家里家外的乱局 王军凡这位大家长 这个也曾经百般算计的阴谋家 他能不能识破叶晓晴的阴谋呢 而方慈对一切过往都还一无所知 并不知他自己 也是晓晴的复仇对象 同时 胡祥瑞是心怀着一份愧疚 那他会不会有所动摇呢 明天请不要错过我们的第十二集故事 小青不量回国 不怕他是犹疑回来的 我失去的东西太多了 都要一件一件的把他夺回来 你不要以工作为名 影响祥瑞和仿慈的夫妻感情 你以为每个人都会像你那样 过着无忧无虑的日子 小青不是和祥瑞以后一个孩子吗 那个孩子现在在哪 孩子去他该去的地方 那你告诉我 为什么这份生产记录上显示的孩子指标 就是一切正常的呢 小青 我们的孩子没有死 什么 看普法故事品百倍人生 这里是普法栏目剧 我是主持人图画 再见